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十六九都 它这个地方是很出名的 而且在盛唐的时候 它是很热闹 我感觉到这个毕山这个地方 目前那种情况下 为什么没有走出去 所以心里感到有点郁闷吧 也想把它了解以后 是后人知道这个地方 所以我就收集了毕山的一些情况 有毕山的八景明信片 我画了有毕山的社会地图 在西部书店还没进入的时候 我已经开始就有一些地图 就慢慢地绘画 用作废吧 慢慢地就去彩点 我是用脚步的去彩点 就是用脚 一步一步地量 到这边 我书店到什么地方 到什么地方 因为是大致的情况 按照这个情况 再来绘画一个简单的图 现在虽然是讲不是我们网络世界嘛 但是并不影响他们 他们真正要喜欢看书的 他还喜欢要买一本书 拉一本书 自己再看一看 而且要带回家 而且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形成的还有一种 书可以算成礼物 好多次都是这样子 我们把书送给礼物 送给亲戚朋友啊 人籍小伙子吧 出去打工 带这本书出去看 这都是很 所以这样 这些事情都是很平常的事情 特别是《徽州》这个书 要想到这里来了解 《徽州》的这些书嘛 这个书的销量比较大 你像我们有一个老兵 九十多岁 他跑到我们这里来 买了钢铁是怎么裂成的 这本书 在这里细细地看 他的领导做轮椅 把它送过来 到这里来看书 还有一个老奶奶 还经常在这里看书 就是做到我们边当 七十多岁的 我本身如果我不是喜欢的话 我就不会去整理这些东西 给我一个平台 使我更好的 更好的与这些客人的交流 所以讲实在话 在这个里面来了以后 在各个地方的人 跟我交流以后 我更能感到很好 必然数据是以阅读为主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必须到西地红尘 到必须很近 我们必须要像某些经典一样的 准备啊 收文票啊 那种情况不必要 我们就很开放的 所以到我们这里来 这里都有一个轻松的心 是不是 第一个 口袋里不要掏钱 你买门票 再一个就是讲 我们到这里来以后 可以很舒服的 自己细细地看书 喝杯咖啡 这不很好吗 过眼浮云飘散 年过花甲的芳老 人会在古村书房里 守望着碧山之墓 对不起 对不起